可以在查询结果地方 有一个像清除 然后你如果前面资料都有了 那我就直接按一个按钮 自动把结果捞到这边来就好了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以后的话按一个按钮 事情就解决了 如果你老板要跟你要一个资料 你按一下send给他就好了 他马上可以收到多好 马上他觉得你的效率实在是太好了 其实他以为你做 不然你也不能太快给他 他会养得好奇 你之前不是都很快就给我资料了吗 那当然你可以 至少你有一个工具 可以提高效率 这里面实际上 这个东西需要能够产生的话 我这个背后呢 可以有很多方法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是录制聚集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这地方该怎么做 这是当然终极目标 你们来学这东西 当然最重要还是学会 能够活学活用 而且能够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这才是最大的目的 不然你学了半天之后 你的效率还是低落 那你学这个课 其实就学得 其实好像就没有那个价值了 基本上一定要记得 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 回去一定要动手做 这很重要 而且要思考 这东西就是你的了 没有人可以拿来走的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范围黑名单 跟你要查的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什么 利用我刚刚讲的 游标放在B2 用什么呢 插入一个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 Count if 其实就搞定了 那Count if里面的话 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一个是Range 指的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范围 所以一定是一个范围 是什么呢 就黑名单 那黑名单的话呢 记得点选黑名单 一样会跨工作表 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所以黑名单冒号 那游标呢 再放在A2这个地方 不过你千万不要傻傻的 一直往下拉 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要拉到下面 可能要等非常久 还没到 因为他资料两万多笔 而且还有可能过头 你一个不闪 所以呢 记得哦 这个方法不OK 那怎么做 应该知道吧 你可以用什么呢 Count if 向下就搞定了 也就是你游标怎么样 先放在你的起始的位置 再来的话呢 再多一个黑名单 再来的话呢 游标放在那个A2 游标放A2 接下来的话呢 Count to 是方向 Shift是选取 Count to shift向下 这样就搞定了 OK 而且其实非常的惬意 事情就完成了 记得哦 就是 游标放A2 Count to shift向下 它就会帮你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尤其你资料多的时候 OK 那criteria的话呢 再点击 游标请你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它会告诉你有没有找到 如果有 它会告诉你是1 或者甚至是大于1 如果是没有 那就0 理论上是没有重复 就一定是一个 按确定 好 其他的话呢 因为我要找全部 所以可以什么 向下填满 不过因为这个范围要固定 所以请你把这个范围 按F4 我讲过啦 比较标准是锁列就好了 然后呢 打勾之后的话呢 再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有 就会是1 不是的话呢 那就是0 如果你要留下1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可以什么 用资料里面的 游标先放在B1 或者A1 用筛选 然后有一个箭头嘛 你把什么呢 把1的留下来 按个确定 接下来 游标再放在A2 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之下 Ctrl-C 向下 就是我要的 Ctrl-C 就是复制 再切到查询结果 把它贴到A1 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利用录制聚集 就可以完成我刚刚做的动作了 OK 不过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 我觉得可以在 最后可以把筛选取消回来 它又恢复了 我是建议啊 如果像刚刚呢 你这个范围很大 A2到一直最下面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 尤其是你的那个范围 越大的话 那越适合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要定义名称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 A2 点下去 Ctrl-C 向下 在这上面呢 输入黑名单 三个字 Enter 这个范围 就叫做黑名单 这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 如果你懒得打那黑名单三个字的话 你可以把这三个字 这个也一起选起来 Ctrl-C 直接到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 你要告诉他说你的名称在哪里 在顶端列 按个确定 他一样会帮你建立一个名称叫黑名单 下面就是他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黑名单 指的 就是这个范围 那未来你要怎么去操作 其实呢 很简单 这个好处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用那个Ctrl-C 如果你加这个假设我重来 我如果要选那个范围的话 你range就直接 记得哦 名称可以用F3 它会有点像资料库 这有点像关联日资料库 关联到那个什么呢 黑名单的资料表 其实在Essale里面叫名称 按个确定之后就OK了 等于就是黑名单 就是指刚刚那个范围 这什么时候好用哦 尤其是你资料范围越多哦 的时候呢 我是建议就很适合用这种方式 那Criteria一样选这个 它会在这个名单里面帮你找 其他都一样 向下填满 筛选的话我想 也是一样请各位试一下筛选 然后把这个地方 E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 Ctrl-Street向下贴过去 那这个整个做完之后 待会呢就练习什么 肚子聚齐 聚齐需要两个按钮 我希望旁边有按钮 不过那按钮你可以修改 一个按钮是 录完之后 我希望把资料带过来 一个是清除 就这样子 OK 不过特别注意哦 录制的流程要特别注意哦 请你一定要从这边开始 因为这种好像有同学 直接从这边开始 奇怪他发现 怎么录都录不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试着把刚刚讲的那个 用Connif筛选出 我们要的那个 就是比对完之后是1的 把它留下来 所以Connif 第二个是用 那个 Essal里面的资料 资料里面有个筛选 利用筛选的方法 把1的部分留下来 把1的部分留下来 那有补充一个啦 就是那个黑名单 那个范围A2一直到A的2万多 你可以先定义一个名称 以后按F3 它会帮你把那个范围调出来 那这个方式的话 也蛮重要的哦 尤其是 我是建议如果你资料越多的话 越适合用这种方法 带资料 工作里面蛮多地方 我都这样用 为什么 因为以后呢 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你根本连锁定也不用锁 像刚刚我不用去管说 要不要锁定那个范围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